Good morning,大家早上好,我是总统老师 今天还是一样,继续我们的曾经的一个英语的一个基础语法的一个教学 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在Principle of Grammar 我们讲的基础语法练习 今天是老师第41场直播 第41场,在我们的教材这个地方 基础语法的教材我们在第80回 第80回,我们要教动词 我们来看一下 基础语法的第80回 给大家看,如果走到最后的话是329 但是后面的话是解答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按这个进度 直播老师这一次是会把基础语法全部带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动词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讲动词的话 它是有分动词事态 动词在变化的时候 它有事态 V的S,ES,I,S,V,I,N,G,V,ED,以及V,PP形态 当然动词在现在式的动词 我们最近在叫简单B,Simple B的一个形态 好,那么来看昨天这八十页 我们看在下面这地方 一般动词的现在式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介绍一下 一般动词的现在式 这些是老师这几这些直播 每次我都,我算是有留下来 留下来上课时的笔记 我是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输出 电子版本能不能输出 应该是可以 要不要看 一般动词的现在式 在这个地方 一般动词现在式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 来了 我们来看一般动词 一般动词现在式 什么叫做一般动词的现在式 来这个地方看一下 一般动词现在式 我们记得在Simple B的句型 我们简单式的话 简单B的句型就是我们讲的主词加B动词 再加对等主词 这是一般的句型或者主词加B 加形容词 做一个反向的形容 再来就是如果你没有用到B动词的话 我们就讲它就是一般动词了 一般动词的现在是怎么使用 在肯定句的时候 在肯定句的时候 我们一般 我们可以用I You We They 配上一个动词 并且是圆形 圆形 也就是它的base form 它的base form 所以说在圆形的时候 我们一般来称它就是它的base form 再来在三人称的时候肯定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三人称 所以我们知道人称代名词 前一章我们有教过代名词 代名词代替名词 所以名词的话 一般它只有分单数跟负数 大家先看一下 在名词的时候 它只有分单数 也就是我们讲的singular 以及我们讲的负数 也就是我们讲的plural 所以说在名词它有分单跟负 这两个 但是我们讲如果你用代名词 去替代名词的时候 代名词去替代名词的时候 代名词去替代名词的时候 我们讲的i,you,he,she eat i,you,he,she,eat 大家看一下 i,he,she,e,we,they i,he,she,e,we,they 比较特别 我们除了一人称是 i是一人称 he,she,e是二人称 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很喜欢把 you,we,they 把它想象成负数人称代名词 当然you它本身也是二人称 所以you很特别 所以先记得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大家要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有一次当名词 如果是单数的时候 它的B动词是配e 它配的是e 名词如果是负数的话 它的B动词搭配的是r 这个要先理解一下 先记住 你会发现三人称的代名词 三人称的代名词 它也是搭配e 而负数 我们讲的负数人称的代名词 它也是搭配r 所以在名词的时候 你只有用e或r 来去做区别 你用不到m 只有一人称的代名词 才会用m 所以我们讲我 i 这个代名词是最特别的 因为它B动词是用m 它既不是用单数的e 也不是用负数的r 再来第二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我们讲的you you you可能是代替一个人 或多个人 我们知道you它可以代替一个人的你 也可以代替多个人的你们 但是很奇怪 它去套入B动词的时候 它就是用r 不管它是一个人的你 或多个人的你们 它都是用r 这是好像一个陷阱题 所以在代名词搭配B动词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现象 你会看到这个现象 比如说you要小心一点 you我一般不建议同学们 把它背成二人称 我们这次把它背成负数人称 它的条件是 不管它是一个人或多个人 它都叫做你们 这要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在这个地方 再来就是我们得讲说 在肯定句的时候 你现在就看到这个现象 只有三人称 我们讲动词就会做一个改变 三人称加动词的SES 形态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最喜欢跟同学们讲 这个概念 就是 你只有三人称的时候 因为三人称是单数 除了爱以外 我们先写除了爱以外 除了爱跟you以外 除了爱跟you以外 对不对 那当然you它本身也有分一个人的你或你们 但是我建议同学们去背 你们会好一点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在基本的一个时态的时候 在现在是一个时态 现在是的一个时态 我们可以看 当你的主词是单数的时候 主词是单数 包含名词的单数的一个形态 除了爱以外 爱跟you以外 所以这个条件是还要放过来 这个条件是要放过来 当你的主词是单数的时候 你的动词则是为复数形态 你的主词如果是复数词 那你的动词就是单数形态 一加零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把单数当成 零 复数当成一 不管是零加一 还是一加零 反正它最后 总结的答案就是一 左边跟右边总有一个是复数 但不会两者结为复数 除了爱跟you以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又称 我们又称 我们又称 在这个地方 当名词的单数 或者是 或者是代名词 代名词的三人称代名词 当名词单数或三人称代名词 加上动词 动词必须为 复数的 SES IES形态 什么叫做V的SESIES 那我们来先搞清楚这个点 先来搞清楚这个点 先来搞清楚这个点 work 它现在是它的变形叫做works 注意看这边有加一个S 加了这个S 这个S在加的过程中它代表代表什么含义 这个S它其实叫做一个surface 也就是我们称的尾错 尾错 所以你有前错跟尾错 prefix and the surface 这两个 那什么叫错 意思就是说 这个动词 变成它的 复数形态 所以这个works 就是动词的复数形态 所以同学们先搞清楚 work becomes works 那它是一个动词的什么 perl 复数的一个形态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讲的很简单 在现在式的时候 如果你的主词是singular 你的动词就是perl 你的主词是perl 你的动词就是singular 反正两边它必须要做一个平衡 好 记得我们讲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这样理解了吧 好 所以我们来看 现在是在肯定句的时候 are you we they 加的是work she he eat 加的是works 为什么叫works 因为你可以发现he she eat 它是一个三人称 并且判别为单数的一个主词 所以therefore 你的动词就是复数的形态 好 那否定句 I do not work you do not work we do not work they do not work she does not work he does not work it does not work 来了 在这个地方最重要了 在simple b 的一个架构时 在simple b 简单 b 的句型中 我知道我们如果是肯定句 就是主词加b 再加点点点 好 这是simple b 的肯定句 simple b 的否定句呢 就是主词加b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not 这个否定 副词 再加点点点 这是simple b 的否定句 那我们记得一件事情 b 动词它既有动词的意思 可以取代动词 但是它没有动词的中 我们讲动词中含有动作 它是一个没有动作的动词 它也可以类似情态 也不是算情态 它基本上它叫做linking 连缀 但是它既可以表 它可以表实态 它不能表动作 但它可以表一个连缀的一个行为 它也可以表达一个事实的一个存在 这是我们讲b 动词的 一般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它是简单 我们在现在世中的simple b 如果改成正常的有动词的动作 你会发现肯定句就是主词加 动词 再加点点点 否定句呢 这是注意了 主词加 主词加 don't 或 bizzen 再加 圆形动词 再加点点点 注意这两个 这两个在表态上是 基本上是不同的 所以在肯定句的时候 你的主词后 如果遇到动词 先看你的主词 是不是三人称 主词是单数 动词是负数 主词是负数 动词是单数 除了i跟you以外 好 是重点 那来了 这就是否定式的时候 我们只会加do not 或者 does not 或者我们讲的意思就是 don't 或者 doesn 这个词 而我们现在是什么是don't 什么是doesn 注意 注意 当你句子中有动词出现是在 我们讲的现在式的时候 在现在式出来的时候 do跟biz 他们叫做助动词 他们叫做助动词 Auxiliary verb Auxiliary verb 他们叫做助动词 好 这是第一关 你要先搞清楚 就是说 如果今天在simple b 就是我们讲说 简单式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可能没有注意到 助动词的存在 为什么你没有注意到 助动词的存在 那当然你要先 讲一个很大的重点 你没有看到助动词 因为在simple b中的b动词 它本身就有助动词的含义 它本来也是一个Auxiliary verb 它本来也是 所以这是一般人搞得很混混的地方 就是说奇怪 那 老师你说每个句子中 一定 在英语的句子中 它一定会有助动词的存在 因为助动词帮助动词 所以很简单 你句子中如果有动词存在 是它一般就一定会有助动词 只是说 看得到它是省略了 还是没有省略 先注意一个概念 它有没有省略 也就是说我们英语 基本表达实态的方式 其实蛮简单 其实蛮简单的 助动词 或b动词 加上夸乎动词 等于tense tense 实态 好我们讲英语的万用 万用讲法就是这样的 助动词或b动词 所以你有助动词也好 你有b动词也好 加上也许这个动词 有表现出来或没有 有的句子它只有b动词 对不对 I'm a student 那就没有动词了 对不对 懂我这意思 如果b动词在 那动词可以没有 如果助动词在 后面就一定有动词 它是一个这样子 1加1等于2的一个 决定的一个方式 啊 决定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这边 我们讲 这是英语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方式 啊 所以英语的 表达的时态有分 单时态 双时态 三时态 单时态有现在过去未来 双时态有分 现在进行过去进行 现在完成过去完成 三时代有分 现在完成进行 过去完成进行 未来完成进行 注意老师在读这个东西的方式 现在 就是单时态 现在进行 就是双时态 你需要两个modifier 所以当你在单时态的时候 你改一边就好了 啊 单时态的时候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注动词 B动词 加动词的这个地方 改一边就可以 双时态的定义是代表 注动词跟B动词 加动词要改两边 三时态的地方 就是这样 注动词加B动词 再加动词 再加一个分词 改三边 好 所以很简单 什么是三时代 我们现在讲最简单的 现在 完成 进行词 好 假如是现在完成进行词 好 它就是 是 但这个是比较复杂 我只给你做个demonstration 我只给你一个 讲的比较 了解什么 叫做三时态 所以你要改三边 I have had 加上V的PP形态 这叫V的ING形态 所以你去背 好 比如说 I have been reading I have been reading 好 什么叫做 I have been reading 比如说我从 两个小时前 读书 读到现在 你觉得 现在完成进行词 但我正在读书 就叫什么 I am reading I am reading now 我正在读书 是吧 对不对 好 现在此刻正在做 现在此刻正在做 所以有现在跟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有现在跟正在做的事情 它会combine 两个时态 对不对 present progressive present progressive 我每天都读书 I read every day 是不是 改变就好了 对不对 好 是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在讲那个时态的一个改变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有的同学 那老师 我怎么知道是改变 I read read又没有做改变 如果说she she reads 注意 这就是改变 这就改变 这个意思就是你需要改变 所以说 在现在式的时候 你只需要在住动词B动词以及动词中抉择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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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改变 这个就叫改变 she reads 还是什么 she doesn't read 看到没有还原形 这边 是改变的那一边 改一边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很多语法玩不通 因为他们记住principle grammar 就像老师现在在讲的 什么叫改一边 什么叫改两边 什么情况你改一边 什么情况你改两边 什么情况你改三边 在现在式之中 住动词跟B动词再加夸号动词 你只要改一边 举例来说 I read 这个是原形 有没有改 有啊 因为你的 我记得我们刚讲的一开始的条件是什么 I you 还有名词的复数 对不对 例如说你看我写John and Mary read John and Mary read they read 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复数的嘛 复数的时候是改在前面 前面这边是复数形态 后面这个就是单数形态 前面是单数形态 后面就变复数形态 是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改一边嘛 你要是前面的是复数形态 是S的形态 Purl S的形态 那后面就是singular 动词的单数 那前面如果是 名词的singular 单数形态 包含三人称 单数人称的时候 那后面 read就要加S了 就改后面 但是如果是否定式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否定式的时候 你只要再加个does does not 为什么加does not 就是动词还原形呢 有没有注意看does does是怎么来的 do 是原形 does 是复数形 因为他后面加了yes 对不对 同学们自己去想一下 这个概念性的一个问题 记得老师在讲什么 老师 一开始现在讲这个东西 有的 我知道 我的讲法比较 让有些人他可能 真的 真的会有点听不懂 但是这个 如果你听得懂 你就不会再犯这个错了 什么叫改一边改两边 你怎么去决定tense 怎么去改变 决定时态的一个问题 啊 在具体中为什么是这样子 啊 所以在现在式之中 讲到现在式 它是一个单时态 我们知道时态有分 单时态 爽时态 三时态 单时态的有 现在是 过去是 未来是 双时态的有 现在进行 过去进行 现在完成 过去完成 过去完成 三时态的有 现在完成进行 过去完成进行 未来完成进行 单时态的 在珠动词 以及B动词 加上夸号动词 改一边即可 双时态的话 在珠动词 B动词 加动词的这个地方 改两边 它才是会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三时态呢 珠动词 B动词加 夸号动词 再加夸号动词 改三边 才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好 今天一开始给大家一点brainwash 洗脑的一个动作 好 那么来看 回到这个简单的地方 所以同学们在想说 老师你怎么一开就讲这么难 不是 我希望你先了解 很多人上我的课 发现我一直在写东西 以前我能跟同学们讲 我已经在课后的 我是属于那种 不会拿一个PDF 在那边照着念的 我会边写 边讲 在简单的应用题之中 一直写它 写出来 所以我 我以前都跟同学们讲 如果你跟得上我写笔记的速度 回去你也看得懂 老师教你的笔记 基本上我不觉得你英语会有什么问题 除了就是词量的问题 语法是不可能出问题的 我从来就没有说我的词汇量很高 毕竟我是那种小留学生 学完了 毕业了 人就走了 我也不是native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的中文跟我的英文 其实差不多 我没有哪一个特别强 但是如果你是很老了才去国外的话 你的中文一定永远都是比你英文好 很小就去美国 英国留学 那你一定是英文永远比你的中文强 认识一大堆ABC 能写中文字的没几个 如果英语讲的六 通常就是这样 你不可能的双抢 我也不太信谁有办法 我先讲一个概念 他们讲 如果今天你去想一件事情 想去表达一件事情 在你脑海里是先出来中文 才转化成英文 还是直接就出来英文 那个才叫母语 你在想一个事情的时候 也想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所以你会发现 小留学生的话 还是会先想到中文 才会讲英文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变脱这个习惯 他只是快速的去想用中文组织 然后怎么翻成英文会叫恰当 当然有一些东西 我们讲有一些 常跟人家交谈时 那个就不用想 那已经叫做 这个叫心理条件式反射 有些东西就 条件式反射你就讲出来了 那个就变成说 你可能待太久了 看到人就知道该打招呼 不用再去用中翻音的一个思考逻辑了 我仅仅于此 相信我仅仅于此 所以我们看到在否定句的时候 我们会用do加not 或does加not 再加圆形动词 也就是改一边 改一边即可 疑问句 我们会把助动词 do does 放到主词前 再加圆形动词 do does 放在主词前 再加圆形动词 好 讲到这个改一边改两边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 肯定句 先来看肯定句 先来看我们怎么去讲简单式 在肯定句的时候 我们用are you you we they 等一下 are you we they 还有名词 fu 加上 加上 动词的 圆形 在肯定 在肯定句中 后面就圆形 前面是单数形态 这边还在写个名词单 不要漏掉 好 所以复数形态的加动词圆形 单数 单数形态的加什么 动词复数形态 改几边 改一边 而在否定句的时候呢 在否定句的时候 记得 好 我们就写复数形态的 好 包含 i跟那个 复数形态的 我们加 do 再加not 好 复数形态嘛 所以do要不要 这个助动词do要不要加s 不要 再加 因为已经改了 这是改一边嘛 这是一边嘛 所以这边不改 再加什么 动词的 圆形 这边也不改 好 所以我们就写不改 不改 改了 否定是如果 主词是单数的话 那我们就加 does not 再加 动词 圆形 改几边 大家注意看 这个是单数的 所以不改 那 这边 要改 加s 动词 要不要改 不改 所以总共改几边 改一边 好 我希望现在大家先记得 老子今天在教的这个方式 所以 英语在tenth 实态这个地方 我们是怎么决定实态 我们有单实态 双实态 三实态 单实态的改一边 双实态的改两边 三实态的改三边 怎么改 在现在事实中 如果肯定事实 i u v they 加上负数的主词 动词不用改 he c e 加名词的单数 动词要改 加上 动词就变负数了 否定事实 i u v they 包含名词负数 因为已经改了 已经加了s了 等于改过了 所以 do not do not do 不用改 那动词 一样 保持原型 也不用改 那否定是 如果主词是单数 he c e 加名词单数 因为是单数 所以助动词 要不要改 要 把它改成 复数形态的 does not doesn 那改了一边 动词还要不要改 一样也不要改 一样也不要改 这就改一边 这一个definition 的一个概念 好 好 我们来看 那疑问句 记得 我刚讲疑问句 哦 疑问句呢 肯定 否定 疑问呢 疑问的时候注意 你只要把 do does do does do does 移到原来的 刚刚讲的那个主词 前面 再加 圆形V就好了 圆形动词啊 为什么呢 因为 do does 已经改一边了嘛 你只是把do does 啊 移到主词前 就像B动词一样 B动词移到主词前 也会变成疑问句 好 记得一件事情 现在事中用到的 助动词 就只有do跟does 这两个字 而度动 度 does 其实它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动词啊 它可以表很多 事态啊 表很多意思啊 好 那我来看哦 所以你可以讲 就我挨我了 do you work do we work do they work does he work does she work does he work 所以一般动词 现在是yes no 问句的简答 以及完整回答 我们来试试看哦 一般怎么问 do I work do you work do we work do they work does he work does she work does he work 编答 yes I do yes you do yes we do yes they do yes he does yes she does yes he does yes he does no I don't no you don't no we don't no they don't no he doesn't no she doesn't no he doesn't no it doesn't work 主持动词的人称 与数 必须一次 那同样的如果你要去用啊 再造这个简单句子行呢啊 我们可以用where what what time when 去引导 好我们的问句啊 一问句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in Taipei what does may sister like may sister likes ice cream when does he get up he get up at six what time do they eat dinner they eat dinner at seven thirty 好所以你可以记得 讲个简单啊 在一问句的时候啊 我们讲肯定句 主词加动词 否定句 主词加 do don't does 再加原型动词 一问句 do does 加主词 再加原型动词 那什么叫做问句 也就是在 一问代名词 加 do does do does 再加主词 再加原型动词 啊 所以现在式的一般动词啊 啊 所以现在式的动词 如果遇到动词 它一般会有s es ines 的啊 perol的啊 复数的一个形态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啊 这是同学我们来看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来啊 这一段我们 带过来啊 啊 今天在动词 现在式的地方 老师讲了很多啊 啊 改一边改两边啊 我希望同学们 去了解一下啊 教材是教材啊 啊 怎么解译 希望同学们还是来看老师直播啊 好 就看老师怎么去解释啊 这英语的这个语法到底是怎么样子去给你一个重新定义啊 所以一般动词啊 它的结尾可能是加s或yes 好 如果你不会就直接加s啊 哈哈 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啊 就很多人说老师 我背不起来 那记得一件事90%以上的90到95的动词都直接加s啊 就是它的正确答案啊 好 当然考试又不一样了 考试当然会考你比较难的啊 所以你就会有yes跟yes形态了啊 好我们来看呢 I like hamburgers I like hamburgers I like hamburgers 对不对 对不对 He likes hamburgers 所以你可以看like and likes 所以一般就是直接加s like 直接加s变成likes 直接加s变成likes I like hamburgers 直接加s变成likes He likes hamburgers 那动词如果是福音加y的时候去外加yes like study studies You study English at school Janny studies English at school Janny studies English at school 所以注意如果他最后的两个字母啊 两个字字符啊 刚好是福音跟y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性的把啊 这个y拿掉去外加yes 那动词字尾如果是原音加y的话呢 通常就在字尾加s就好了 所以辅音y是去外加is 原因则是识还是保留s 所以你看 I play the piano very well She plays the piano very well 所以有没有去外加is 没有啊 福音外要小心啊 所以只有福音外是去外加is 所以再看哦 所以再看哦 再看我们的阿尼啊 I like hamburgers He likes hamburgers You study English at school Janny studies English at school I play the piano very well I play the piano very well She plays the piano very well 好在这个地方我们注意一下 好注意事项 在一个句子中一般动词 如like have golden 不能直接和B动词me-r 连用啊 那记得就是说 有些动词 他不能跟B动词连用 like like have go 所以like形态动词have 他可以当初动词 你可以当啊 特别的啊 have动词啊 have动词很特别啊 I'm having I have 他是算有没有啊 go这些啊 goin啊 所以我们来看啊 简答句的主词 需用人称代名词 I we you he she they 所以当你是简答 你就直接用人称 不可以用人名啊 yes I do yes he does 这个是简答 不是不是写 yes Mary does yes Miss Chan does 我们通常不用这样的方式 yes she does就好了 啊 或一般名词the cat your sister 啊 懂这意思啊 所以在简答的时候 我们多半是用代名词 来做简答 人称代名词 而不是直接把啊 一个很长的名字啊 或什么写进去 来看范围啊 the jenny teach english yes jenny does 这是错误啊 啊 你不要直接把jenny 写进来啊 一般啊 啊 如果这是一个简答 the jenny teach english 你要怎么讲 yes she does 用she instead of jenny 那想答句的主词 可以用人名 一般名字或代名词 the jenny teach english yes jenny teach english 这不是jenny does 这个句型啊 啊 啊 这不一样 它是一个想答 这个是想答 no jenny doesn't teach english 啊 doesn't teach english 啊 这是想答 啊 啊 今天啊 啊 我稍微讲了一下 基础语法的一个概论啊 在现在是啊 啊 当我们讲b动词的话 当我们讲b动词的话 啊 simple b的句型 一般是怎么使用啊 simple b 主词b 再加名词对等主词 或者主词b 再加形容词 做一个啊 反向形容 那如果句子中有动词存在呢 我们用的是什么句型 啊 我们就直接用主词 加动词改一边 再肯定是主词加动词改一边 否定句 主词加 don't 或doesn 再加原型b 改一边 啊 一问句 do does 加主词 再加原型动词 改一边 问句 一问代名词 加do does 加主词 再加原型动词 改一边 啊 在这个地方啊 希望同学们能啊 了解一下啊 上老这课最好最好还是准备笔记啊 我们今天也是讲蛮多了啊 讲了非常多的一些啊 方式啊 什么是实态 实态就是主动词 动词啊 主动词b动词加花号动词啊 啊 的一个方式去表达实态啊 啊 但是英语有单实态 双实态 三实态 单实态 现在是过去是未来是 双实态 现在进行过去完 过去进行 现在完成 过去完成 改两边 三实态 现在完成进行 过去完成进行 未来完成进行 改三边 啊 在这个地方给大家一个 概念啊 tense 什么是实态 好 那今天上到这个地方啊 啊 我不继续下去了啊 因为我刚看了一下也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啊 希望同学们能消化啊 今天老师带给大家的基础的一个 现在式的一个定义 什么是现在式 现在式一般就是在 主动词或B动词加动词 改一边去表达 现在present的这个 那现在式的动词 如果要做更改的时候 一般就是它的复数形态 单数的主词配复数的动词 复数的主词配单数的动词 就是改一边 让同学们记得老师现在讲的这个基础语法啊 如果你听得懂今天这一段的话 你的现在式应该是可以了啊 可以了啊 剩下就是去把这个啊 单词词量把它啊 这个背上去啊 把它背上去 那今天老师交到这里 希望明天啊 没有关注老师的同学们啊 记得关注老师啊 可以老师直播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一个通知啊 啊 通常老师都是八点到八点半 会开始直播啊 啊 那当然没办法更早了啊 我早上带孩子去上上学啊 啊 不基本上我每天差不多都是六点半起床啊 我会弄一些东西啊 帮孩子准备上课的东西啊 啊 七点半前要送他们到学校啊 那所以我一般都是去 送这个小的去学校之后啊 回来直播快的话就八点啊 有时候我也累啊 我也是起床的时候会有个起床 其实我也没有啊 我这么久了啊 啊 都是很 都是有办法的啊 那今天就到这里 好希望同学们喜欢我课程的话 明天再来看啊 明天再来看啊